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一期长款羽绒服的分享 都是一些厚实保暖的 看眼底了 有计划出去旅游 过眼要回家的 那这种长外套肯定是要备一件的 首先第一件是这款茶棕色的羽绒服 已经有好几个姐妹已经入了这一款 但还有的就在纠结颜色 它的面料是那种哑光的质地 就比较显高级感 但是就是很简约的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整体 然后袖口是做的这种松紧带的 就不用担心做事会不方便 甚至早发通勤的小姐姐 不管是带牛仔裤 后腿裤 胃 毛也 它通通都可以 它的长度也是很适合小个子 我身上的这件芝麻是XS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我觉得冬天的外套 都可以选择大一个芝麻 这一件的颜色真的很绝 是那种很浅的浅绿色 主打的就是一个小七星 见到摸起来是软软落落的手感 然后它是一个年貌的设计 就更加的休闲感一些吧 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版型 就是这种很简约休闲化 上身很轻盐 而且它发热很快 还有一个地方我很喜欢 就是它两边的这个口袋 就有一点补补的感觉 而且口袋做的还挺深的 我们下面可以搭配一双这种雪地圈 这也是我新入的 今年不是很流行这种厚底的吗 这一双的话 我穿到脚上还蛮暖和的 所以里面的毛毛很多 接着是一件棕色带毛领的 如果你去北方旅游的话 戴上这一件也是不错的选择 我很喜欢它做的牛角扣的一个设计 给整件衣服增加了一点俏皮感 还有它的这一个毛 你做的真的很蓬松 是很大的一条 而且它是可以拆卸的 它的这个版型是这种微宽松的 不会有束缚感 口袋的这个腰线也是提高了一些的 所以在视觉上是挺显高 顺便说一下里面的这一件内把 上面的这个小熊印花真的还挺可爱的 然后跟外面的这一件外套 都是这种偏棕色系就相呼应嘛 有的姐妹是不太喜欢穿高领的打点 就可以穿这种厚实的贴 再一条围巾就可以出门了 接着是一件中长款的鱼肉糊 它是一个米线色 实物看起来很温柔 面料是那种雪花绒的 就不太容易重 而且它是三绑的哟 所以我们穿这种浅色系的话 就比较放心一点嘛 采用的是一个壮色的年帽设计 拼的是这种咖啡色 让整件衣服更加的有层次感 然后它的袖子是这种擦肩袖 比普通的袖子会更加的宽松舒适 就算我们里面穿比较厚实一点的毛衣 也不会有束缚感 领子是可以做翻领 可以做翼领的 如果你想要一件有点款式的鱼肉糊 就可以看一下这一款 不过它的款式是属于oversize的款 但是中间又带有这种抽绳 可以自己调节 很喜欢的是它这个毛领的质感 也是很平松的一条 而且有一点小渐变的感觉 它这个领子就很有氛围感 属于比较显气质的一件羽绒服 而且很蹭谱色 但是我建议158以上的姐妹穿 因为它是做的偏长一点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